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抑郁症作为一种病因机制复杂的精神疾病 会悄无声息地吞噬患者的求生意志 特别是那些在高节奏 高压力下工作的人群 今年来屡屡爆出抑郁自杀的新闻 数量之多 让人触目惊心 面对越来越多的抑郁症患者 是否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走出抑郁 给自己 家人 朋友一个健康的环境呢 其实 佛法就是一剂很好的良药 它不仅可以修复你那破碎的心灵 甚至还可以让你的心从一颗玻璃心 转变成一颗坚不可摧的金刚心 今天 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一段来自所达集刊部 对于修习金刚心的开示 希望能帮助到那些正在受精神折磨的朋友们 开示如下 有些人认为得过抑郁症特别可怕 根本不敢给别人说 因为别人知道他得过抑郁症的话 会认为这个人肯定精神有问题 小心跟他接触 对此我们需要明白两点 第一 他不会有任何的传染 这个大家也应该清楚 从他的病症 病因 整个病情的状况来看 是不会传染的 第二 他只是心里的一种疾病 什么样的人都会有 包括我们修行人也可能有的 世界那些名人以及很多著名的画家都得过 有些政界人士也得过 还有西方的很多宗教人士也得过 他就像我们得感冒一样 感冒发作的时候自己很痛苦 但是好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了 那么在大乘佛教里 是否有什么办法来治疗抑郁症呢 这里我就给大家介绍四种治疗的方法 方法一 修慈悲菩提心 现在我们很多人的心是比较脆弱的 心脆弱的原因 一个是作为反复人 抵抗能力比较弱 这是一个普遍的性质 另外一个可能跟现在的一些传媒 包括电视和电影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从小开始就接受了这些教育 电影电视里面一般都是这样的 别人说一句有点侮辱的话 对方马上要起一个反应 第一时间他的脸色就变了 我们从小都是在这样的一个 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中成长起来 最后我们真正成人的时候 就变成了电影里面的演员 变成了人生当中的演员 别人说我的时候 我一定要对他反应 别人说我什么 我有点不相信 我们整个社会已经变成了 特别容易反应的一种居常 这样以后 哪怕是说一句话 都会特别特别的敏感 就像我们的眼睛 一点点灰尘进去就受不了了 眼泪汪汪 同样的道理 人生当中如果稍微有一点点 刺激性的东西 你就没有办法抵抗 说到底 还是我们自私自利的心太强了 从大乘佛教的慈悲观来讲 其实对自我并不应该很关心的 基本上自己只要能活下去就可以了 应把主要的精力 注意力放在帮助别人方面 在真正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 如果被别人在网上进行批评 他可能会想 有人监督自己并指出过失 是个好事 如果我有过失的话 我应该承担 如果没有这个过失 即使别人说我 其实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别人对我说的话 不是很重要 我要帮助别人才是最关键的 此外 很想帮助别人的人 在受到别人侮辱的时候 他是不会放在心里的 也许众生受到侮辱的时候 他会很关心 而自己受到侮辱的时候 他却不会关心 但如果是非常自私 慈悲菩提心修得不好的一个人 别人稍微说一句 即使用特别轻弱的语言来说的时候 就受不了 特别伤心 开始反目成仇 以牙还牙 所以 我的第一个建议 就是修慈悲菩提心 因为慈悲菩提心 对心理坚强 有很重要的作用 很多抑郁症 或者自闭症的人 都是对自我特别的执着 对自我绑得很近 如果对自我 不是特别在乎的话 即使别人说你 骂你 打你 你可能觉得 我这个假和也没有什么 只要对众生有利益的话 也可以 先就非常非常的放松 在人生当中 即使别人对我不好 但是如果我们 有一个很好的慈悲菩提心 我们就会觉得 对我不好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这么坏 这个夜历烦恼的运惧 有什么好的呢 这样想的话 可能自己的痛苦 就自然而然减少了很多 方法二 证悟空性的智慧 无我的智慧 在我们所有的心里面 它是最坚强的 因为所有的痛苦 来源于对物质持有的执着 而一旦真正通达 无我的空性 我们就不会那么脆弱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 叫做玻璃心 我们很多年轻人的心 其实都是玻璃心 稍微说它一下就破碎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 说话特别的谨慎 有些人干脆不接触人 我不敢接触人 不然我这个人很坏 嘴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只要我一说话 就得罪了无数的人 所以呢 我干脆不说话 我们学院当中 有些人在脖子上 挂着大大的 禁语两个字 有些真的是 想禁语好好修行 有些人好像是 实在管不了自己 害怕得罪别人才挂的 这种禁语是禁止自己说话 当然 你如果闭关 这样禁语也是可以的 但是最关键的是 我们的这个心 不能那么容易的变成碎片 应该把它变成什么呢 就是正悟空性智慧的金刚心 我们看看历代大德的传记 对他们来讲 任何的侮辱 诽谤 苦心 每一个灾难和痛苦 都变成了另一种智慧 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 比如说生病了 哦 这个病对我来讲是很好的 我可以接受众生的痛苦 别人抛弃它了 哦 很好 现在我可以自由了 没有别人的束缚 他们不会因任何事而绝望 永远不会倒下去 或者选择自杀 不会这样的 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治疗 应该是最彻底的 方法三 官修无常 从世俗角度讲 抑郁症 自闭症 大多数的病因 是来自于对自我的认知 和常有的执着 如果是因为常有的执着带来的 我们多观一些无常性 也是一个办法 从这种疾病的很多症状来看 大家都觉得 这个世界不会有什么改变 比如说 他觉得我的家庭是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就有这样的变化 其实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都是在变化当中 我的身体也在变化当中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 今天身体好一点 心情还可以 今天身体不太好 心情会不会很糟糕呢 虽然有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 会有点不舒服 但我还是完全能接受 昨天好 今天不好 是正常现象 别人对我不好 也是正常现象 当我们明白了这点后 代表你有了无常观 有了无常观后 我们的心便会放下来 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的心里 就可以变得更加坚强 方法四 忏悔业障 很多大德认为 所谓的抑郁症 是前世的业力导致的 应该通过念金刚萨朵心咒 百字明来忏悔 这个方法也是很好的 我听说很多人 以前抑郁症很严重的 但后来修加行 念百字明 可能的确是消了很多的业 慢慢慢慢的 现在生活完全恢复了正常 根据佛教的一些教义 我们即生当中的生活 有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而是有它的因和缘 比如说 我今天心情不好 有可能是因为某个人说了我 我这一段时间身体和心理都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跟我这辈子或前辈子的某些因缘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 像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疾病 有些在医院里面也是检查不出来的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要通过宗教 尤其是佛教里面的忏悔 把自己的业障进行浅除 澄清自己心的本来面目 这样便可以让你的生活恢复正常 方法五 念诵不动佛心咒 当时我在欧美的时候 就特别跟大家强调不动佛心咒 为什么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自己以前心态是很不稳定的 我刚开始很想当一个 牦牛放得特别好的牧民 因为我们隔壁有一个牧民 我很想变成像他一样 但读书以后 当时乡村里面有个很著名的医生 我又很想变成这个人 读师范的时候 又遇到一个老师 我就很想变成这样的老师 我在成长的过程中 一会儿想当一个很好的牧民 一会儿想当一个医生 一会儿想当一个老师 也许和我的教育和环境有关系 和我看到的人有关系 但也许是我自己的心态不稳定 我自己也发现 自己以前特别不稳重 我交的朋友 跟我接触的人 都说我心情不稳重 后来我在刚刚出家的时候 遇到了不动佛的咒语 之后我的心情终于开始变得比较稳定了 你看我给汉地这边讲经说法 从198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30年了 如果我的心情不稳定的话 这样干30年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我自己也觉得 从遇到不动佛法门那个时候开始 不管是做翻译也好 讲经说法也好 对医治上师的这种虔诚的信心 不会改变也好 很多方面都有了很正常的心态 所以有时候通过念咒语的方式 让你的心理放松 也是可以遣除一切疾病的 我们身在末法时代 既要有外在的养生 更要有内在的养生 通过念一些咒语 关空性无常 这样的话 内外都保护得很好 不然光是外面戴一个口罩 也不一定能阻止各种各样 无形的看不到的危害 进入我们的内心 到时候也很难治疗 所以如果你想拥有一颗 坚不可摧的金刚心 那就赶紧照着 打索及看部的方法 行动起来吧